大家好欢迎收看卖食快语 今天还是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早餐 就是芝士烫饭 看看原材料就知道了吧 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配菜 只要你家有剩饭和这些家常的小菜 你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吃上热乎的烫饭了 好了下面先来各种切菜 香菇切成片 小青菜切碎 番茄去皮切块 番茄怎么去皮不需要我讲了吧 之前我在100多集的节目中 某一集中曾经有讲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翻来看一看 但具体是哪一集我也不记得了 然后火腿切小粒 现在起油锅 把番茄和香菇炒一炒 这两个东西都需要用油稍微炒一炒香味才会出来 倒入火腿粒之后倒下水 然后稍微的煮开把它煮成一锅汤 接着呢把你头一天的剩饭倒进去 加点盐调味 太干的话加点水 这些不需要我再提醒了吧 煮个几分钟到米饭软了就好了 现在再把之前打散的鸡蛋倒下去 然后把你之前切好的小青菜碎也放下去 最后就可以关火起锅了 起锅之后你当然可以直接吃了 但如果你家里正好有芝士片的话 我建议你放一片上去 利用这个热度让芝士片慢慢的融化 最后再撒一点黑胡椒 你试一试之后就知道加一片芝士 能让烫饭变得多好吃了 反正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小tip 强烈建议你们按照我说的来参考 好了大早上的时间都很紧张 大家吃完早饭就要该上班上班 该上学上学了 我也要去吃我好吃的芝士烫饭了 大家明天再见 拜拜